那既然讲到岛屿生物学 它到底一开始是怎么样发展出来 岛屿生物地理学 其实是先观察各种岛屿上物种多方性的变化 而发现了一些通则 才去厘清 这什么因子在作用呢 我们先看所谓的现象 就是岛屿上面的物种跟相邻大陆相比 岛跟大陆 岛的特有种比例特别高 而大陆的特有种比例特别小 特别少 那当然有些原因在 那原因是这样 因为岛屿常常会有创世的效应 大陆虽然很大 但岛屿你必须就少数个人可以过来 那创世者效应就出现了 就会造成你跟大陆的母族群会越来越不同 再加上有地理隔离造成的生殖隔离 这个边的物种就会独立引化成新物种 而只有这个岛引化出这个新物种 那自然就是这个岛的特有种 别的环境没有这个物种 所以岛屿上的特有种一定远多于大陆的 因为创世者效应同时又有海洋的地理隔离 好这是一个现象 它就跟距离有关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距离这个效应 因为它会造成地理隔离 先来讲距离吧 距离这个效应呢 我们直接把通则跟你讲 通常跟大陆越境的岛屿 它的物种迁入率就会高 它的那个多样性也会高 但是特有种就会比较低 好三个东东 你靠近大陆物种容易进来 所以迁入率高 好那因为大陆的物种一直过来一直过来 所以你的物种就跟大陆几乎一样多了 你的多样性就很高 好可是问题是你的特有种就会变低 因为你的物种会跟大陆的物种出现了基因交流 基因flow 你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异 你就不会独立演化成新种 也就是地理隔离比较弱一点 当然啦 靠近了 你越靠近的环境 地理隔离就越弱 你距离拉得越远 地理隔离越明显 地理隔离就会造成物种产生 所以特有种比较小 那为了解释这个效应 我现在用这个 我觉得蛮清楚的图 但有人觉得丑的图来做解释 大陆当然物种很多啦 经过长久演化 像这个大陆有三种物种 物种甲物种与物种比 而每个物种都有不同的族群 请注意这是现象 物种归物种 族群归族群 物种当然是不同物种 在自然状态下 无法交配出生殖能力的后代 而族群是明明是同一种 而族群A族群B族C 之间是可以自由交配 自然状态下交配 并生下有生殖能力的后代 只是ABC族群是生服 而在不同的环境 什么叫族群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同一物种 那以台湾为例 台湾的物种甲 比如说台湾猕猴 北部宜兰 有台湾猕猴族群 南部的高雄 有高雄的族群 搞不好花莲有花莲的族群 我们就说 北部一个族群 高雄一个族群 花莲一个族群 分为ABC 但是三群猕猴 可以自然状态下 交配生殖能力的后代 因为它们同一种 好先了解一下 所以看到 哇我们的大陆 物种有三种物种 真棒棒 而每个物种呢 又分为三个族群 族群越多 代表的是遗传多样性高 所以这个图同时表达 物种多样性 物种有三种 那遗传多样性呢 看族群 族群越多样 那代表 通常代表遗传多样性高 好那现在有个岛很近 有个岛很远 我们称为近岛跟远岛 近岛呢 就刚刚好 物种甲物种乙物种比 都有人入了 进来了 所以在近岛这 我看到的物种甲 物种甲的A族群进来了 B族群进来了 那物种乙呢 只有C族群进来 那物种比呢 只有A族群进来 你看到没有 它的族群没有大陆这么多 因为怎么说 还是有一点点的地理隔离 But 它的物种是不是三种 它的物种东西 是不是很接近大陆了 可是你看远岛 远岛好远哦 那个甲跟蚁 飞不过来 只有丙可以过来 只有丙中的乙族群 跑过来了 不是乙族群 是B族群 跑过来了 就这样跑过来 好只有它过得来 其他人刚好都没过来 好你看它的物种 是不是只剩一种 所以它的多样性 是不是比较低 看到没有 距离会影响多样性 因为你越容易迁入的 你的多样性又高 大家都能来 我的物种好多哦 但是距离好远 不容易迁入 那只有少数物种来 物种多样性很低 好再加上 这些物种来之后 它可以回去通婚 就是开始交流 所以这些物种能 甲物种的A 甲物种的B 乙物种的C 丙物种的A 对不对 就原物种一直交配 一直交配 就是基因交流 但是这个丙物种的B 有可能经由长期演化 中间出现了隔离 它自己累积自己的突变 而演化出 丙Plunk这个物种 为什么叫这个Plunk呢 因为这个新物种 这个丙回去之后 跟原来的丙 已经无法自然中态下 交配生殖出有生殖能力的后代 所以丙Plunk是新物种 而你看前面 这有丙 这有加1丙 这有加1丙 它们都没有丙Plunk 丙Plunk就是特有种 好啦 距离越远 迁入率比较低 多样性比较低 但特有种 比较有机会产生 特有种比例就会高 这就是距离造成的影响 我再把通则跟你们讲 距离越近 迁入率大 多样性高 特有种低 从这个图就可以推敲的出来 好 以上是岛与生物地理学中 距离这个因子 所造成的效益